不用了 十多分钟就可以到了 是吗 那太好了 那我们还能挺宽松的时间 辐射光还是很有创意的 它的那些设计 是吧 我觉得已经就是一种 单单的设计服装本身 没错 这边的配唱还是个舞蹈 对的 而她说了 她这一次就是把她个人的经历 就是融合在里面 哦 那要有解读 她可能事后会发出来 对的 她应该是有解读 这个是什么含义 那个是什么含义 对的 你看她那种有尖尖的那种 也不是就作为一个系列出来 也是分散的 她自己也穿的戴尖的 对呀 应该她是有某种含义在里面 可能碰到的挑战啊什么 对的 她说她人生的曲儿嘛 人生算不曲 哦 挺好 我们衔接的真棒 是吧 从上午的那个 从上午的那个定装彩排 也不算彩排啊 腾膜 到我们看秀 然后马上就是 去那个好家的那个市装 然后休息休息 晚上晚宴 肯定要休息了 多么完美的一天呢 不是你的话我肯定就不来了 是是 我感觉到你已经很确定不想来 我觉得不那么好像使劲 能来还是挺好的 不是因为吧 就是我们现场看一场她的秀 其实是机会是挺难的 然后我们都在这儿了 是吧 只是时间上有点赶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尝试着能 能 能看就看 你看包括孩子 我们要不跟她说她都不来了 她也不想来 她也觉得累 之前她也跟我说的 她不高兴再去看一下 而且她比我更喜欢胡说光 其实她最喜欢了 对的 你看吧 你等到她见到她 她肯定特兴奋的这议论 是不是 我现在入住酒店了 朝阳宾馆 离中国大餐店 其实还有点距离 需要打车过去 然后现在那个设计师呢 已经开始给我们 就是叫每个人去到她的房间 那个造型师在她的房间 要每个人试装 然后做造型 我现在在等着呢 哎呀 刚才我们看完秀以后 就是大家都在那抢着拍照 我就可着急了 因为那个设计师 跟我们订了三点半 我就不想迟到 因为那个这个设计师呢 也去看了胡说光的秀 我设计师还看到我们 然后我们如果在三点半 没有赶回去 我觉得就不太好 另外我这个人不是守时吗 所以我可着急了 我就不想照相 就是哪怕不照相 我也要守时 就是这种习惯 然后还好 我们到了办完手续了 赶紧给设计师发了一个短信 然后告诉他我们到了 就是还提前了几分钟 还不错 我觉得这样 我的心里比较舒服 可怕就是让人家等了哈 你说 因为大家都想在那个 胡摄光的秀的那个 那个logo前面拍照 然后我觉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别迟到 哈哈哈 所以每个人的这个点不一样哈 我们一共五个人 他这个好家的这个大秀呢 其实就我们五个人是 是中老年人 其他都是年轻人 今天上午去那个 去那个 那个藤摩学校 去试装那个设计师哈 他是一个唐文学校的校长嘛 他这个是他的品牌秀 在时装周秀了一次 然后在北京时装周嘛 我们上午 就是上他那去试服装 然后呢 他给我们服装 每个人都分好了 他恰恰把我的服装哈 给分成了就是那种 叫黑红系列 黑红系列呢 是法式浪漫的 就是那种摇曳的 婀娜多姿的 他是那样的一个调调 呀就是我就完了 我就觉得太不适合我了哈 然后前面黑金系列 黑银系列都是酷酷的 戴着发姑 然后那个衣服什么的 音乐都是坑枪有力的 大步的 我觉得那个比较适合我 就酷酷的风比较适合我 然后这种法式的优雅的 然后是那种女人 有点女人味的这个东西 他说走的时候胯要白起来 呀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 从那个风格上 我就不太擅长哈 我感觉应该有点像旗袍的味道 然后我就觉得太不擅长了 哎呀我心里头就可 可没有信心了 然后就是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五个人挨个儿过一遍 然后他让我们走 他看一下 第一遍 因为我就五个人 我就排到最后一个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呀 就不自信 我觉得太不擅长了 然后到我们后面 两个人是黑红系列呢 他音乐就变了 变成那种有点缓慢的 心里碰腾碰腾跳啊 我说这可咋办呢 然后呢 等我出去一走呢 我还没等走到回来的时候 其实他就跟我们 那个另外四个队友就说了 说我走的很好 节奏感非常好 等我走回来的时候 他就说呀非常好 他说感觉非常棒 我一下子就觉得我眼前一亮 原来我也可以走这种啊 我没想到他反正他挺满意 又让我们走一遍哈 这个时候我就自信了 然后他也是 就是挺夸赞的 也是我们这五个人里唯一 他夸奖的 这个我挺开心的哈 然后我就觉得 哇原来我也可以拓展 我还可以演绎这种的 有点风情的 哇这个我太意外了 反正总而言之他挺满意的 就是他说了不止一遍 反正我们五个人里 他唯一就表扬了我 说明我还 还是不错的 哎呀特别开心 真的是特别开心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事情 经常会有人说 说年龄大了 要走秀必须要笑 不能像年轻人那样的不笑 然后会显得什么脸下垂啊 这个那个的 是以这样的理由 然后这个这个老师绝对是专业的 这个设计师 因为他是开模特学校的嘛 他就特意告诉我们那个队友 因为那个队友是习惯性的微笑 他告诉他说不要笑 他说你要笑的话 其实那个灯光打下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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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总而言之他不让笑 其实专业的模特都不笑 为什么中老年人要笑呢 笑是一个传统习惯 就是很多人照相也要笑嘛 所以你不笑都觉得不对 然后包括你演戳干什么都要笑 所以走模特也觉得应该笑 另外还注意最重要的是 觉得老了年龄大了 要不笑的话你会脸下垂 这个校长特意嘱咐我那个队友说不要笑 哎哎呀我说不笑太适合我了 我就不爱笑 然后不过我的这个黑红系列呢 他说可以就是微微的有那一点笑的意思 但是也不要笑 不要让人看出来是在笑 好这比较对我胃口 然后我心里挺开心 就看这一回哈 一会儿好家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因为他是在中国大饭店 而且档次是最高的 另外他也是实家设计师嘛 他今年44岁哈 哎就是我以前就知道他是个挺有名设计师 所以我特别看重 然后一会儿到底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啊 然后做什么样的造型啊 我还特别期待 我的同屋的小伙伴已经去了 发现哈就是你去试服装的时候 真的全靠运气 我第一场秀是吉吉的那个品牌 就是那个衣服 其实呢我就蛮喜欢的 我感觉就是我能上北京时装周的官网 报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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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哈 我们这场秀80多人 有4个人上了那个报道 然后呢我还是在里边滚动的照片 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呀我也不知道哈 我感觉是人家乡周那套衣服了吧 应该是 所以你看这个模特哈 其实运气好 你能分到一套好衣服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在陈摩这边哈 他被服装品牌叫龙曼臣 这个龙曼臣的服装 给我这套服装呢一般 就是不是我喜欢的 一个西装一个衬衣一个裙子 就是没有特别的个性特别出彩 就是我有队友那个裙子特别个性 然后下边带长长的这个银珠 然后那个短裙带一个银珠 然后上面还带一个牛仔帽一圈箱的银珠 哇特别个性 我很喜欢 可是他给我的衣服呢就比较日常 所以呢 就等于是你等于是运气不好嘛 这个东西全凭运气说实话 所以我很期待这一会儿这个好家 能给我一个啥样的造型 总而言之哈我今天特开心就在于 因为我们之前很多天以前哈 就是到底能不能看上胡射光的秀 他们都不坚持他们都觉得来不及 都不想看 然后我是很想看 就觉得这个时间会有冲突吗 今天你看一点也没有冲突 包括我这个同屋的小伙伴 他今天还不打算去呢 我就拉着他去 结果他说哎呀幸亏你拉着我 要不然呢他就觉得呀紧张啊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放弃了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能在现场 看这个秀其实挺不容易的 哎呀总而言之很完美 今天然后试完妆休息休息 开始化妆去参加胡射光的晚宴了 应该是很热闹 今天是座无虚席啊 结束了以后大家都没有动 还在那等着呢 最后人家提醒说已经结束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这个时候当心啊 嗯 算了一次 对 应该行吗 应该行是不是 对 那我那个想我在试试那灰的